43名德国飞成都乘客向外求救 1月27日 43名德国至成都中国国航C A432航班的乘客 通过网络对外求助 其中包括一名两岁的儿童和一名四个月大的婴儿 他们被指是中共病毒新冠病毒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 他们表示 他们被自费 强制集中隔离在室温低于10摄氏度 无供暖 卫生条件极差 老旧的成都大酒店 在与酒店 防疫部门和地方政府沟通无效的情况下 无奈在网上发起求助 成都官方通报称 1月25日 从德国抵达成都的C A432航班 入境后全员被集中隔离 1月26日 从中发现一例中共病毒确诊病例 和一例无症状感染者 两人均为中国国籍 酒店房间老旧无宫暖 入住24小时救生洞窗 王月化名透露 1月25日到达成都 可能因为是境外回来的 机场防疫人员对我们的检测很严格 棉线筒鼻子特别深 一下子就哭出来了 之后我们就被大巴送到了春天酒店 虽然在酒店毛巾里面掉出三只蟑螂 但是现在想想 和现在的酒店比 那里春天酒店还是好太多了 至少室温是25度 采访过程中 王月情绪多次崩溃 他透露自己回国 是因为家中亲人重病 才回来探望 但因为座位靠近后来检测位确诊的病例 成为密切接触者 我们这43个人是飞机上两例确诊者的密接 我们就坐在确诊者的前后三排 26日 我们接到电话 通知我们收拾东西 要转移到别的酒店 我当时就猛了 王月说 他现在的酒店 白天的室温都不到10度 而南方的冬天又湿又冷 他已经升了洞窗 这里不允许用一切供暖设备 门窗老化关不严 都是漏风的 我盖三层被子 晚上也会被冻醒 王月说 他跟酒店的人反映窗子漏风 但对方的态度很不好 也不给修理 我们这些人组了一个微信群 方便大家联系 有的人房间的马桶不好用 跟酒店反映 酒店工作人员让我们自己拿桶些水冲马桶 也不给修 另一位被隔离在该酒店的乘客李清化名 也是从春天酒店被转移过来 他的感受同王月完全相同 这个酒店太冷了 门窗坏掉了 我有时候特别想到室外待一会 外面比屋里还暖一点 李清对大纪元记者表示 他们也理解酒店说 怕感染 所以不能开中央空调 但是至少给我们提供一些供暖的设备吧 我们在这里隔离的还有婴儿 酒店的工作人员 让我们自己快递购买热水袋来取暖 可是这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除了取暖问题 李清说 酒店房间的线路老化严重 存在安全隐忧 在房间里同时使用两样电器 就出现跳闸 冒火花的情况 把我们都吓坏了 这样即使我们有了供暖设备 我们此时几个人同时使用供暖设备 也是不可能的了 即使酒店允许使用电热毯 我们也害怕在睡着的时候电路短路 造成火灾 高价自费隔离吃冷饭菜中 吃出头发 成都大酒店 是位于成都金牛区的一家三星级酒店 网上的入住客户评价 普遍反映酒店房间老旧 李清表示 平时酒店的入住均价在每人187元一晚 现在酒店升我们每人240元 加70元的餐费 一共310元每人每天 酒店工作人员都透露 酒店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 被隔离的43人 每天的饮食卫生也成问题 隔离者组成的微信群中 很多人反映多次在饭菜中发现长头发 王爷说 在一天中 我有两餐吃大头发后 我真的崩溃了 我跟酒店的人说 你们不用给我送饭了 我宁可不吃 也不再吃你们给送的饭了 我早上被冻醒 以为早上送的饭是热的 结果粥 牛奶 一个小馒头 一个小花卷 和一个很小的包子 都是冰凉的 王爷透露 一起隔离的还有一名两岁的小孩 和一名四个月的婴儿 在这种恶劣的隔离环境下 很多人不敢洗澡 因为洗澡水是温的 我们怕洗澡冻感冒了 被当作一次病例就更惨了 除了吃出来头发 饭菜里还有淋巴肉 豆子变质 王爷说 群里有孩子的家长 只给小孩子吃大米饭 因为害怕这些菜有问题 已经有几个大人吃完后不舒服 肚子痛 拉肚子了 隔离者情绪崩溃 无人管网上求助被限流 王爷表示 被隔离的43人中 已经不停有人情绪崩溃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我们很担心自己的健康安全 我们都很尊重和遵守防疫政策 配合了所有的人 但是我们真的坚持不住了 我们拨打市长热线 12345 没人接电话 网上攒愧 也没人理我们 无奈之下 有隔离人员将整件事情 公布到了微博上 却遭到了限流 也就是发到微博上的帖子 很多人看不见 王爷还透露 更有貌似酒店工作人员 在我们的微博下造谣 说我们已经被转移到 更好的酒店去了 问题已经解决了 后来有人也许良心不安 给我们隔离的人私信说 是被人指使这么干的 据隔离的人员透露 一起集中隔离的还有一位外籍人士 这位外籍人士 已经被转移到楼层比较高的房间去了 一起隔离的医护人员 也都住在房间条件相对好些的高楼层 截止发稿 四十余名集中隔离的人员 仍然住在没有任何公暖 设施简陋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酒店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员 洛词